聖誕節即將到來了 這是國外的重要節日 但我們台灣近年來推行雙語政策 所以台中市成功國小就跟外師來聯手 設置闖關的活動 包含有英語的日常對話 拼字還有唱聖誕歌等等 在玩樂中學外文也認識異國文化 聽到英文單字 小朋友拿起錘子 立即敲打正確答案 搜集過關印章 聖誕節將至 台中市成功國小辦理英語闖關活動 邊玩邊學 闖關的活動可以讓學生 沒有就是直筆測驗的那種恐懼感 寓教於樂 讓學生再通過實作的部分 訓練台詞的一個英語的說跟聽 改變了傳統的一個讀寫的教學 小朋友抽選題目 用英文回答關注問題 進行日常生活對話 成功國小 洗手外師設計英語闖關活動 針對不同年級有不同程度題目 除了口說還有拼字挑戰 利用26個英文字母考驗單字量 以及句子的排列組合 而說到聖誕節更不能忘記音樂的饗宴 在外食的陪同下一同歡唱聖誕歌曲 上千名學生經由五大關卡 歡慶節日也培養國際觀 更有人在英語的熏陶下想前往美國留學 我覺得今天的活動很好玩很有趣 因為啊我可以把我以前教到的單字 再複習一次 像是我是大哥心 可以試試我自己的膽量 然後以後出國 我就不會我和外國人對話 我就不會害羞 他不會像是在教室裡面 在背英文 他比較他我覺得他比較有趣 透過闖關幾點兌換小禮包 學生透過遊戲邊玩邊樂再學習 享受這場外語聖誕加年華